好,那直接開始,特別是幫我們的實際上的另外一個共同發起的 是真正是投入很多最多的提案的冤資來講 那這個真是第二次上來報的上次是8月開始的 那這個的緣起呢,我帶於冤資講的 因為他現在就是一個碩士所三年級在做 他的碩士認為是做犯罪跟台誤研究 那基本上如果你到我們的查詢網站去看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往下查之後呢 你就查到的是判決書 但是判決書是一個動不動就是十萬字或幾萬字起跳的東西 然後你要查的,它實際是非常不user friendly 而且它是非常難查的,而且重點是它就是一整個文字檔 所以其實你沒有辦法去分類它的資料欄位 那重點是,在現在過程中 如果你要在公開資訊的網站上面去查 台誤的相關記錄的時候,你只能這樣去查 然後你就會查到說,嗯 民意事件好像在外面,然後另一邊的事件全部都是無罪的嘛 那這個專案,呃 那當然現在,我也不知道行政院到底還有幾個工作 對,那當然 那要做一個財產採取網站 其實這剛好跟距離密西亞是互補的 我們希望更全面性地去監督所有的政府 不管是公務人員或民意代表 那當然前面已經有政治獻金的查詢網站已經走得很前面了 然後再來是政府公務員他們的財產申報也是走在前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站,你把它試做 大家把它試做是補上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我可以去查所有的民代民代候選人以及公務員的人 他到底有沒有貪污的紀錄 那他的做法就是從所有 download下所有的判決書 然後去分類他的欄位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查詢網站 那目前的進度是 就是我們把一百年之後的大概幾千份判決都已經download下來 那開始去分類寫regulation去分類他裡面的資料的欄位撈下來的時候 就如上面所說的 就是有些地方的欄位資料都已經先撈下來 那有些還相對難度比較高 所以有些資料還撈不下來 那這部分就是說 因為這就是在一直完全在處理的是文本的部分 所以我們當然歡迎很多自然語言處理 還有文本處理的工程師可以加入 那我們也歡迎前端跟後端的工程師加入 那當然只要是任何 我們希望說這個題目不只是讓大家之後可以去查詢所有貪污紀錄 我們希望之後有任何犯罪研究或貪污研究的人也可以加入 特別是法律相關的 能夠把這個專案在網上延伸 那這個專案當然全部都是open source 所以希望有更多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可以加入 好 謝謝大家